Leica M 數碼相機的 Visiofax 已經出了兩代 之前是有 M10 系列 到現在就有 M11 系列 分別是 Visiofax 1 和 Visiofax 2 他們運用和使用方面有什麼不同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 M&K Camera 的 Franky 這次跟大家講一講這個 Leica 的電子觀景器 Vixiofax 之前有第一代 第一代就是 M10, M10P, M10R 都可以用得到 這個是一個 1 很簡單看到外形上是軟的,還有一個膠質 在旁邊是可以調校眼底的 這個就是 240 萬像的 LCD 的電子觀景器 之後就現在 M11 出了第二代 第二代摸上去的手感馬上就不同了 這個是一個金屬的 同樣都是可以調校角度的 11 這個 Visiofax 2 是矮了的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高度方面是矮了的 但是寬身了一點 整體來說好像是跟相機融合得好一點 剛剛講它可以調校角度 一樣是去到 90 度 我覺得最棒的地方就是它有磁吸的作用 吸下去拍一聲 可以吸收緊 這個是會挺棒的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這個觀景器其實它是用了 OLED 的 之前就是用 LCD 大家就有些分別了 比如說 OLED 它是明亮一點 看出來的黑位和白位是比較鮮明一點的 之前的 Visiofax 2 就只可以放進 M11 那裏用的 那現在呢 只要你 update 最新 Frameware 的相機 比如說你是 M10, M10P, M10R 都沒有問題的 只要你 update 最新 Frameware 那就可以用到 Vixiofax 2 放進去 唯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Vixiofax 2 其實它是沒有來自 GPS 的 所以如果你是要拍一些地方 是必須要有 GPS 的話 可能這件事就要留意 那可能你也會好奇 其實Vixiofax 1 落不落到去 11 那裏用呢 那我是試過這件事的 那結果是沒有反應 是沒有作用的 所以呢 Vixiofax 2 是用到在兩部機 而 1 就只可以用到在 10 的系列 Vixiofax 1 就有 GPS 了 Vixiofax 2 就沒有 GPS 的 所以你要留意這件事的 如果你是用 M11 的相機 那其實用 Leica Photo 呢 Apps 呢 就可以給回一些訊息 一部相機去記錄你的位置在哪裏 那 Vixiofax 呢 其實跟你的 Display 顯示的東西 是一模一樣的 你 Live View 的時候 那但是為什麼要用一個 Vixiofax 呢 電子觀景器呢 其實有幾個主要的原因 那其中呢 那其中呢 因為電子觀景器呢 你用這個普通的螢幕的時候呢 例如你在戶外啦 大陽光啦 反曬光的時候呢 其實你會對得很辛苦 你根本就看不到什麼東西的 那尤其我戴眼鏡啦 那更加有這個情況啦 就用回Vixiofax 呢 就會是好對很多啦 還有呢 就如果用相機的螢幕去看的話呢 其實我們會是這樣開機的 這樣開機的話呢 其實你也會見到呢 其實房動是很厲害的 因為你的手伸了出去嘛 那你是靠這個這樣支撐力去頂住它 那相反啦 那如果你是用Vixiofax 的話呢 其實你是拉了過去 那你會見到呢 是一個三角的位置 三角呢就成一個平面 那相對來說呢 那相對來說呢 就會穩定很多啦 那還有一個情形呢 好像現在這樣啦 我用了一支21mm的鏡頭 那變了呢 其實你在Range Finder 觀景器那裡呢 就只可以最闊看到28mm的而已 那變了呢 24啦 21啦 或者是你用塞歐碼的 16啦 18啦 21呢 都是看不到實質你拍的範圍的 那所以用這個電子觀景器呢 就可以看回那個範圍啦 還有對焦 還有一個情形就是 用一些長焦距的鏡頭的時候呢 我們會對得很辛苦的 那因為呢 長焦距呢 它的景深呢 是比較淺啦 那所以呢 是很難對得準啦 在這個時候呢 用一個電子觀景器呢 就很幫到手的 你很細緻地去對焦啦 還有 可以放大啦 譬如說你原本是 1比1啦 那可以放到去 放大5倍啦 或者放大10倍的 那對到很仔細啦可以 還有一個時候呢 大家是需要一個觀景器去看的 就是 拉卡最強呢 就是大光圈啦 大光圈都是同一個 理念啦 那個景深浩淺 其實跟Tally鏡呢 是大同小異的 那變了當你全開光圈的時候呢 你要對得很準的話呢 其實電子觀景器呢 是很幫到手的 這一支呢 就是100mm的一個 最出名的Macro啦 那它有APO的設計的 那影像呢 很紮實 一個非常漂亮的鏡頭 但是當你用這個鏡頭的時候呢 因為它有一支R鏡 那基本上呢 是沒有連動啦 用Wadefinder是對不到焦的 那在這個時候呢 你就是需要 一個電子觀景器呢 去幫你的啦 那這個呢 就可以拍到一個很漂亮的相片啦 有時候呢 我們拍照呢 想說低炒啦 又或者拿多一點點地面啦 又或者是拿一個地面那些水呀 反射那種感覺啦 那變了呢 我們要污得很低的 在這些情況之下呢 如果沒有這個 可以調教到去90度的電子觀景器的話呢 其實我們會很辛苦的 要趴在地下 可能對到目標 但是可能對不到焦的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用一個90度去對的話呢 那是會正很多的啦 用Light Card很多時候呢 會拍街攝的 那街攝就離不開有人物啦 那拍人物的時候呢 就是如果你一瞄它 那可能呢 它呢就會變面的啦 那可能會弄個V給你啦 或者是另一面 不理你啦 那你變了呢 就拍不到呢 你自己當初 我預期人物的表情啦 那在這個情形之下呢 很多時候我們可以這樣的 那 將一部相機呢 打側一點點 或者是 將它扭到90度 你頭倒倒的 在那裡對焦 那這個情況之下呢 就減少了很多威脅的感覺啦 那些人呢 什麼都不理你的啦 見你頭倒倒在那裡 在弄自己的東西呢 它也都很少會看你 就算看一看 那都走出去 那這些情況呢 你可以拍得到 它當時的神態啦 是預期中發生啦 那變了 不會拍到那些黑面啦 那還有一個小技巧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就是說 兩隻Visrofax呢 都有得較眼底距離的 那變了呢 你要對的時候呢 其實最好呢 就著了畫面呢 有字的啦 那就 呃 烏下去啦 你就對回 那些字呢 清楚了先 那然後才去對焦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呢 其實你都不知道自己 眼底搞得不對啊 還是你對焦搞得不對啊 那變了沒來沒去呢 浪費了很多時間的 所以記得 對了那些字仔先 那還有一樣呢 就是剛剛講過啦 M10系列呢 其實有一個更新的 那大家呢 如果是想找回一些更新的 就可以在下面呢 看回我的連結那裡 可以大家去下載 跟著更新的 就可以用到新的Visrofax 2 那這個這麼簡短的介紹呢 希望可以幫到你們啦 那如果你欣賞我的影片 希望你給我一個Like 我和Subscribe 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